各位好,現在我要分享一個藍調吉他的練習 這個練習會非常考驗到你對於藍調十二小節的熟悉程度 很多時候我們在練習藍調十二小節的時候 就是照著譜上面的和弦的順序 就順的這樣彈,不斷的反覆,不斷的反覆 那可能輪到自己即興,自己solo的時候就跟著那個backing 就不斷的去即興,一直噴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練習是更好的 就是你在沒有伴奏的樂器的情況下,自己來練習 那就是你自己要同時能夠感受得到自己的節奏 感受得到自己的和弦進行,記住那個和聲的感覺 我知道和弦現在應該進行到哪裡 我現在直接示範一次喔 我先用A-Blues 當然你會知道十二小節的A-Blues 和弦會是A7 D7跟E7 在畫面上其實我覺得吉他的呈現不會是很重要的 一切會放在聽力 所以我可能不會特別去放大吉他的彈奏動作給各位看到 那我先來試一次喔 那請務必記得在彈奏的時候 應該說在彈奏之前 你心裡面就大概已經有個底了 你即將要彈多快 你即將要彈什麼樣子的節奏形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 我在彈的時候 現在只有旋律而已 但是心裡面要有有和弦進行的感覺 進行到這邊 再一次喔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不斷的一直彈循環 不管是你在彈solo也好 或者是在和弦也好 心裡面要一直有十二小節的循環 現在說明一下要怎麼樣練習 就是你可以一開始可以先搭配節拍器 放著然後就彈你的 藍調十二小節的和弦進行 我現在用的是A-Blues 但你不一定要用跟我一樣的調 你可以用自己比較喜歡的調來彈 你也不一定要用 像我剛剛彈的有一點swing feel 有一點shuffle feel 你可以用你喜歡的節奏 你比較自在的節奏來彈奏 都可以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斷的循環 不斷的循環 讓自己去記住這個和弦進行 你可以試著去減少你的彈奏 不一定要彈得很滿 因為我舉例喔 像有的人可能會以動作的很明確的慣性 來記憶這個和弦的進行 記憶這個節奏的形態 例如這樣子 shuffle 的話 有人可能會這樣彈 可是由於我的右手不斷的 反覆相同的動作 所以其實很依靠右手的 這種甩動的慣性來 記憶整個速度 控制速度也記憶整個 整個節奏的感覺 所以 如果彈的少的時候 反而會覺得比較困難 你要穩住原本的速度感 以及穩住原本的節奏的形態 會比較不容易 心裡面 當你心裡面有著 比方說shuffle這個節奏 心裡面要有這樣的節奏 可是手其實彈的很少 不用彈的非常的多 這樣的練習 你可以搭配的節拍器去練習 然後試著越彈越少 越彈越少 儘量少到一個程度 但是還沒有解體 還是聽得出來是 這個和弦進行 然後你可以試著去抽離一些和弦 有的時候有人會把它跟 call and response 這樣子的練習混為一彈 當然這個可以是 某種情況來說 這兩種概念是有交集的 但我們今天先把call and response 先放到一邊去 把注意力著重在彈奏 穩定的和弦進行 並且把和弦進行 放在自己的心裡 放在你的腦海裡面 你要熟悉到你的手 已經不在這個和弦進行裡面了 已經不在彈奏和弦進行 但是你心裡面還記住這個和弦進行 當然不斷的抽離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用各種方式去簡化你的和弦 有時候你可以試著空一兩個小節不去彈奏 或者是彈奏最少最少的音 比方說你只彈和弦的根音 只彈和弦的三度音或七度音 之類的方法你都可以去試試看 我現在試一次只彈和弦的根音 1 2 3 4 2 3 4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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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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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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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10 彈的很少,接下來我要試試看改彈三度音 像我剛剛彈三度音的時候,你心裡面要有跟音的感覺 知道這個和弦進行的極速走到哪裡了 我再彈一次三度音,這是三度音 我唱的是跟音 我彈的是三度音,唱的是跟音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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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又回來跟音,又循環了 或者是你可以彈七度音,我現在試試看彈七度音 現在是第四集 我唱跟音 蹦 蹦 蹦蹦蹦 蹦蹦蹦蹦 蹦 蹦蹦蹦 蹦 蹦 像剛的練習要不斷持續 雖然我現在在對著鏡頭說話 但是心裡盡量維持住和弦的進行 所以有時候你看我的表情有點痛苦 因為我在努力的穩住這個和弦的感覺 慢慢的做到以後試著不用彈奏 蹦 在心裡面有和弦進行 蹦 蹦蹦蹦 蹦 然後 蹦 越來越熟悉的時候 蹦 你就可以分出一部分的注意力去 做一點點即興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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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Turn Around快要來了 蹦快要結束了 重新一個開頭 我要開始即興了 這個部分會比較難 因為 有的人會開始把注意力放在solo 放得太多了 因為放了太多注意力在solo導致沒有辦法思考 和弦 又重新開始一次的循環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會被你的solo拉走的話 試著去把你的solo音彈奏的少一點 不要去太在意solo好不好聽 我現在試試看 彈一個很簡單的音就好了 來囉 Turn Around 第五集 4 1 5 這一次 試試看唱出來 4 蹦 2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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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這樣的概念 慢慢的習慣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拓展你的solo的能力 就可以越彈越多 就可以聽起來有的時候你在彈奏的是solo 有時候是彈奏的是和弦 但是可以達成這兩者的暗示 所謂的暗示就是說 當你不彈和弦的時候 可是可以感覺到和弦好像存在 我試一次喔 第四集 因為 我們可以看你 對 所以 正借 那 我看你 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今天先讲到这边